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朝正德年间 回州清平庄有一个货郎叫王老汉 祖上也曾显赫过 洛大家也传到王老汉祖父手里 因其生活奢靡都被败光 后来王老汉白手起家 置办的几亩田地算是安定下来 王老汉膝下有一个儿子叫王楠 从小体弱多病 找了很多郎中都治不好 有一天 庄子上来了一个老道士 在村口笼找槐树下 摆摊子替人看面相 他须发白眉一副先锋倒鼓的模样 老刀叫长云子 他替人看一次面相收一两银子 村里囊中羞涩的人望而止步 村里有钱的人 又觉得长云子像个骗子都在观望 因此 他摆了几天都没有一个客人 这一天 老老汉的妻子秦娘子 带着十岁的儿子王楠 从娘家奔丧回家 娘俩刚路过龙罩怀 长云子突然喊道 这位夫人别走 我见令郎周身尽显黑气 怕是有啥跟着他 秦娘子闻言恼羞成怒 他向地上吐了一口唾沫 双手插腰大骂道 你才有病 胡说八道什么 他心中本来就一肚子火没地方撒 正好碰到长云子说他儿子坏话 彻底炸毛了 长云子撵着胡子笑道 不听老人眼 吃亏在眼前 咱们走着瞧 秦娘子恶狠狠瞪了他一眼 搂着儿子大不留心回到家里 秦娘子刚进门就看到丈夫王老汉 放完牛回家 他气不打意出来 将刚才的事情添油加醋说了一遍 末了又把在娘家遇到的糟心事 说了出来 原来秦娘子的父亲膝下有两个女儿 但并不是亲姐妹 秦娘子排行老大 是原配夫人所生 小女儿是续贤的后娘生的 这里暂且将小女儿叫小秦娘子 几天前秦老汉因病去世 娘家人竟然没人来报丧 她还是去集市上买菜 遇到父亲邻居知道的 因此 她埋怨妹妹 为了独占家产竟然密不发丧 她一气之下带着儿子赶了过去 对着妹妹就是劈头盖脸的臭骂 小秦娘子被一顿臭骂也很委屈 说是父亲生前最疼爱秦娘子母子 但是至丧的道士说秦娘子母子的生肖四柱 和父亲相撞 不可以前来奔丧 因此没有叫他们来就下葬了 王老汉见妻子说着说着哭了起来 知道他没有见到父亲 最后一面难过 给他倒了一杯茶耐心劝慰 秦娘子哭了一会儿 情绪平复了下来 这才发现儿子王楠 不知何时去房里睡觉了 这一路舟车劳顿 他也有些犯困 同丈夫打了声招呼也去休息了 这一觉睡到傍晚 王老汉把饭菜做好 分别叫娘俩吃饭 他来到儿子房间 刚触碰到儿子的手臂就觉得滚烫 只见王楠满头大汗 一脸痛苦地囊囊自语 王老汉按道一声糟糕 孩子可能病了 于是他赶紧叫醒妻子 去端盆打水给儿子擦拭降温 二人忙到下半夜 王楠的脸色已经开始发紫 显然是非常难受 王老汉不敢再耽搁 赶紧跑去庄子上找郎中 郎中着急忙慌来了以后 达麦问诊后 郎中疑 乐一声 然后说道 令郎貌相正常 并不像有病 可他面旁上露紫色又疼痛 死病罕见我束手无策 他竟着手准备后事 哎呦喂 我的二案 秦娘子扑到儿子身上 嚎啕大哭 王老汉也在一旁 偷偷抹眼泪 第二天 王老汉到镇上 给儿子定了一副 尚好的寿采 刚走出店门口 就被人叫住 他回头一看 原来是长云子 两人寒暄几句 长云子突然说道 令郎还有救 大可不必准备寿采 王老汉文言愣了一下 他从未对任何人说过 王男命不久矣 这长云子难道真是算无疑咯 王老汉叹息一声说道 先生不瞒你 郎中说犬子 要食无医了 长云子不屑一顾说道 那是因为令郎根本没病 当然要食无医 只要去除他身上的煞 自然就可康复如初 王老汉突然想起 昨天妻子对他讲过 儿子身上跟着煞 此时 他再一次亲耳听到 顿时 脸上露出痛苦 片刻之后 王老汉突然跪下 求长云子救治儿子王男 此时 周围的人都对他俩指指点点 长云子点头同意 拉着王男往庄子上走 在回去的路上 王老汉问儿子身上 为什么跟着煞 长云子耐心替他解释 原来 这件事要从王男外祖父说起 至丧的道士并没有撒谎 秦娘子母子的生肖四助 确实和秦老汉相冲 按照风俗 他们不可以出现在葬礼上 自然产生煞气 秦娘子是大人之煞气 最多给他带来些厄运 过几天 煞气淡了 自然也就消失了 可是王男是个孩子 从小体弱多病 阴盛阳衰 自然成了煞气 蚕食扬元的好地方 回到家之后 王老汉对妻子 说明了情况 秦娘子文言后悔莫及 他连忙向长云子道歉 长云子说道 不知者不怪 你们去端个脸盆 放到床前 然后关上门出去 我不让你们进来 就不许进来 否则将会前功尽弃 于是 王老汉按照按照 长云子的吩咐 放下脸盆 同妻子离开屋内 此时 屋子内就剩下 长云子和王男二人 须语 长云子从怀里 拿出四张俘虏 分别贴到床头和门窗上 不一会儿 空气中如水中涟漪 产生了波浪 只见王男 突然睁开赤红的双眼 痛苦地扯着衣领 脖梗出的青筋 鼓了起来 他拼命地嘶吼 此时 王男的喊叫声 像是个五六十岁的老人 嗓子里卡着弹鹤 鹤的样子 长云子盘膝坐在地上 口中默念 道家九字真言 双手飞快结手印 有人在场就会发现 原本白发须眉的长云子 此时已经不见 半空中 竟然出现了头戴朝天赤 身穿大红袍 暮暮威严的城皇爷 他开口如天线 一声 赤 盘踞在王男身上的黑气 如同老鼠见到猫一样 纷纷从王男身体里 跑了出来想破门而出 结果碰到门上的腹禄 最终化成一道青烟 城皇爷挥了一下衣袖 一切归于平静 片刻之后 长云子又出现在了房内 他取下床头的腹禄 王男只觉得腹痛难忍 一股难以描述的东西涌上心头 他忽来一下 全部吐了出来 屋内弥漫腥臭味 长云子打开房门 对王老汉夫妇说道 不负重拓 夫妇二人跑进屋子 王男说道 娘 我好饿 二人闻言 抱头痛哭 片刻后 王老汉抹干眼泪 出来向长云子道谢 并且拿出一百两银票 当作酬劳 长云子拒绝收下 他说道 因果轮回 我这是在积福行善 他深深看了一眼 王男头也不回地走了 人走时说道 愿我们永远不要再相见 王男经过此事后 因祸得福 原本虚弱的身体 变得强壮起来 很少生病了 只是他因为身体里 曾经有杀气盘踞过 偶尔路过荒凉的地方 总会看见一些漂浮的黑影 他从未对爹娘说过此事 害怕他们担心 王男本就聪明好学 之前是因为身体不好 秦娘子不让儿子读书 怕累坏身体 如今大病痊愈 自然不再反对儿子读书 王男读书到 废寝忘食的地步 有一天 王男在一本杂技上 见到过类似 煞气的描述 得知身体里呆过煞的人 会经常看见黑影 而这一些黑影 其实就是游离在人间的痴媚 他们吸取人身上的洋缘 偷食破庙香火 或者占据成皇庙的金身来修炼 以正大道 白居过细 王男过五官斩六将 二十一岁中举 他苦心备考三年 进京赶考 想以鼓作器 进士及第一井还乡 王男与同窗好友 乘船北上 但是在中途 他先行下船 拜访一处名山 便访名胜古迹 几天之后 王男来到到茂山脚下 他想要拜祭一下山中的城皇庙 相传洪武朝的时候 此地有一位县令叫张茂 他秉公执法 造福一方 境内有一位国公的世子 张着父辈功劳横行霸道 无恶不作 张茂不顾国公亲自求情 将他的儿子斩首 于是 国公恼羞成怒 让其牙兵杀死了张茂 当地百姓知道后 群情激愤 把肇事的牙兵乱棍打死 国公也被百姓用铁链拴住 拖到京城告玉状治罪 当地百姓为张茂修庙立碑 朝廷知道后 将埋葬张茂的山改名叫茂山 并在山中建了一座城皇庙 并今侧赤封其为城皇爷 让其死后也能够守护一方百姓 王南找当地人 询问了一下城皇庙的位置 很多人已经不知道在哪里 只有几个古兮之年的老人 才知道供奉张茂城皇庙的位置 老人家怕他找不到 还手绘了一张图 从这些老人嘴里得知 由于城皇庙建在山里面 茂山发生过几次火灾 把城皇庙也烧掉了 重复修建了很多次 最近一次修缮俱今正好十一年 当时新任之县是个昏溃之人 他认为茂山之所以经常发生大火 就是城皇庙里的明火导致 因此不准百姓去城皇庙上乡 久而久之乡客就少了 再加上张茂死了一百多年 当地百姓很少有人知道他的事迹 因此城皇庙彻底破败 终于王南跋山涉水 找到了残墙断缘的城皇庙 大殿已经倒塌 地上杂草丛生 腐烂的木梁横七竖八地靠在墙上 张茂的神龛只余下半截身子 文物判官已经不见踪迹 只留下一地的砖线 王南围着城皇庙转了一圈 有些大失所 一点有关红武年间的痕迹都找不到 正当他要离开的时候 原本阳光明媚的天气 变得乌云密布 顷刻间大雨滂沱 城皇庙的大殿虽然塌了 但是后崖还剩半截有屋顶 王南连忙跑进去躲雨 此时他也顾不上珠网密布 拿了块木板垫在地上 坐在角落里躲雨 山里的天气多变 这场雨一直下到深夜 王南又累又饿 实在抵挡不住困意 马上要会事 他不敢生病 于是捡了一些干燥的稻草当被子 该在身上睡了过去 不知道过了多久 王南被嘈杂声吵醒 他揉着眼睛起身 顿时被眼前的一幕吓呆了 只见原本破败不堪的大殿 变得气势辉煌 四周被红灯笼点亮犹如白昼 原本空无一人的大殿上 如今高棚满座 张茂的神龛被红布照了起来 就在他发愣的时候 有一个侍女看见了他 王南长得风神俊朗 女子眼睛一亮 他无嘴笑道 公子来自哪个洞府 怎么会独自一人在后殿 王南被问得有些谋 女子继续说道 马上要开宴了 我带公子去席上 如果座位上没人 世子爷是不会给您金身碎片的 在侍女的带领下 王南被带到一桌人少的席上 侍女眼含桃花地离开 王南确实有些饥寒碌碌 可是看着桌上空无一物 连碗盘都没有 他心里想到 不是说吃宴席吗 怎么连一盘菜都没有 须鱼一阵弦乐响起 一众侍女提着白色灯笼入场 随后一个身穿锦衣 脸色苍白的瘦脸男子 在众人的簇拥下来到前台 这是子爷的排场真大 王南心里说道 众人见重 纷纷起身行李说道 供应世子爷 世子对四周抱拳 他朗声道 感谢赏脸 诸位齐聚此地 就是为了享用金身碎片 以正大道 我宣布宴会开始 当几个小厮掀开神龛上的红布时 露出了半尊张茂金身相 王南非常惊讶 忽然他的眼睛觉得一阵灼热 忍不住刺痛 闭了起来 当他在张开眼睛的时候 道西一口凉气 大殿内的人全部变成了黑影 他们穿着兽衣 端坐在椅子上 没有一个黑影的脚石粘地 王南吓得浑身颤抖 此时 就看见有侍女用锤子 在敲张茂的金身 把碎屑放在盘子上 其他侍女就会端到 每一个席位上 很快一搬碎土就到了眼前 王南余光看向四周 只见众人如同咀嚼美食 一脸享受的模样 耳边传来牙齿 和泥块摩擦的咔嚓 咔嚓声 身旁中年男子吃完以后 抹了一下嘴巴 意犹未尽 他忽然看见王南还没有吃 就问道 胸台怎么不吃 这金身碎片是不允许带走的 一定要在这里吃完 王南心里一阵发苦 总不能对他说 对不起 我牙扣不好 郎中说 我不能吃土 岂不是暴露身份 被发现后 这满店的吃妹 岂不是把他吃干净 突然灵机一动 王南指着嘴巴和耳朵 嘴里发出 巴巴 巴巴 的声音 中年男子以为王南又聋又哑 他脸上一醒 然后装成很惋惜的样子 说道 原来你是个哑巴呀 真可惜 既然如此 想必你就是吃了金身碎片 也不能恢复乳出了 不能浪费金身碎片 我替你吃了 中年男子刚要端过来 就被在旁偷听的兽子 抢先一步抢走了 就这样两人当众打了起来 世子健壮有些生气 他让手下将两人分开 大声斥责二人 世子很生气 他本想趁着张帽 失去了百姓香火 金身开始破败的时候 带着各洞府的吃妹前来分屎 以报当年被杀之丑 另一个想法就是法不择重 他知道吃妹蚕食金身碎片 是天庭不容许的 因此叫上三山五月七十二洞府的吃妹 来分吃 你天庭就是想惩罚 可你抓得完那么多吃妹吗 这件事本当秘密进行 可是眼前两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家伙 在这里闹事 万一被山神知道 岂不是前功尽弃 他问明缘由后 一脸狐疑地看着眼前的王楠 世子问王楠道 阁下在哪个洞府修炼 王楠紧张得已经后背全是汗 他只能继续装聋作样 指着嘴巴和耳朵说道 阿八 阿八 突然有个丑陋是大汉说道 我闻到了一股生人味道 难道有人混进来了 世子闻言把目光放在了王楠身上 只有他的行迹可疑 吃妹八不得独吞金身碎片 唯独此人没有动一口 王楠手舞足道 嘴里阿八阿八地叫唤 同旁人辩驳 狮子手里突然多了一把匕首 扔到了地上 森然说道 你真是吃妹就捡起来扎到身上 肯定毫发无损 如果有伤口就是假的 自然就是混进来的生人 就这样 王楠被吃妹团团围住 他们摩拳擦掌 都在等着出结果然后扑腰上去 王楠心里一横 与其被吃妹咬死 不如一了百了 他弯腰捡起匕首 视死如归的时候 人群里突然有个女子喊道 不好了 山神来了 吃妹中立刻乱作一团 世子丢下众人先行离开 紧接着吃妹也争相恐后跑出去 很快大殿上就剩下王楠一个人 就在这个时候 从神看后面走出来一位侍女 正是他带着王楠进入袭面 女子说道 赶紧离开这里 等他们反应过来是被骗了 你就完蛋了 王楠心生警惕 以为侍女要害他 侍女气得跺脚说道 我是神看前香火精所化 不会害你的 原来女子是神看前的香火精 因为张茂今身损坏 已经无法庇护他 他迫于无奈只好逃离此地 游离在山里 这不是长久之计 他受张茂香火滋养 如果张茂今身被毁 香火精也会烟消云散 香火精经常和人打交道 轻而易举就发现王楠世人 因此想救他 女子哭着说道 我知道你是赌书人 只求你离开后 能够将此事写成信烧给山神 让他知晓世子的坏心思 我救你也是救自己 如果城隍庙没了 我也就不复存在了 王楠向他做医表示感谢 他一路跌跌撞撞 趁着黑夜逃下山去 刚走到山下 就听见附近村庄机打鸣的声音 原来是快天亮了 王楠这才放缓步子 回到城里 王楠找到客栈要来笔墓 将昨夜发生的事情 原原本本写下 然后将它烧了 于是困意袭来倒头 就睡着了 城隍庙这边 世子知道被骗脑修成怒 准备卷土重来 但是山神已经知道 派了重兵把守山道 见到痴妹就敌正法 这让世子非常生气 王楠睡醒之后 乘船北上进京赶考 虽然路上有小波折 总算在会事前赶到 他收拾心思认真应试 过了几天 牙医拿着红帖敲锣打鼓 来到驿站找到王楠 告诉他得了探花廊 半年后 王楠外放县令 其治下正好管着茂山 于是到任之后 他帮张茂重塑今身 在山神和张茂的追捕下 以世子为首的痴妹势力 被一网打尽 永世不得翻身 没过多久 城隍庙香火 鼎盛更胜从前 茂山方圆百里 风调雨顺 再也没有痴妹 敢出来捣乱 这一天 王楠在县衙处理事物 突然眼前一亮 一个须发揭白的老者 和妙龄少女来到跟前 向他道谢 他刚想问对方 是谁就醒了 原来是做了一个梦 王楠休目的时候 把这件事告诉了 王老汉夫妇 他们根据儿子描述的样貌 突然想起此人 酷似当年救儿子的长云子 似乎冥冥之中 自有天意 王楠得知以后非常唏嘘 从此以后 他更加严于律解 秉公执法 为治下百姓谋福利 造福一方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听完我的分享后 您会有所受用 如果您有什么意见 欢迎在下面留言讨论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